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两个月前官访中国南宁后 我国将在来临的星期天 委派代表团再度访华继续招商引资 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指出 这趟行程是九月首相访华行程的后续跟进 主要目的是与中国政府洽谈增加我国商品出口贸易额 尤其是中油 法迪拉点出中国是我国中油的最大 进口国 我国中油出口至中国的贸易额 去年就高达140亿令吉 副首相还补充 中国市场对我国中油及其他商品的需求持续增长 此次访华行程 三纳美公司也将和一家中国企业签署谅解备忘录 借此拓展我国商品在华的销售渠道 三纳美公司也将和一家中国企业 组合理所赞出口 朝鲜美公司也将和一家中国企业 正在等于学生的贸易领 这次看起来 2000年是在予的